大家好,来看一下这幅绣品需要用到的一些技巧 首先拿出绣绷,将绣绷内外圈分开 先将螺丝拧松 绣绷这端里面有一个螺帽 大家切记不要将它弄丢了 将绣布放在内圈上面 将图案放在正中间 然后将外圈卡上去 一边拧紧螺丝,一边拉扯绣布 如果力气比较小 可以借助将你的螺丝刀或者钳子 直到将布完全绷紧为止 布绷得越平越紧 我们戳起来越容易 我们来了解下如何使用戳针 戳针的外观有几种 主要分为可调节长度的和不可调节长度的 我们图纸上都有标注 默认用低档 如果用别的档位 会在颜色旁边有特别标注 几种戳针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 把穿线器从戳针针针穿向顶部 不带穿线器的可以用将你的细铁丝代替 将毛线穿进穿线器的线环里 拉动穿线器,把毛线带出来 再将毛线从针间的孔里穿出去 使用搓针的时候 针间的斜面始终朝前 在线器上入针将线头拉至背面 留出3-5厘米线头 出针时针尖斜面朝前 针尖贴着布面前进 每针距离在布格的3-5格之间 合适的长度会让作品看起来更有线条感 出针时不要将针尖提得太高 以免将抽进布里的绣线拉出 每次入针都将针全部戳进 一般先戳小的色块 再戳大的色块 结尾转动戳针继续贴着前一排绣纸 出入针是在上一排绣好的2针之间 看起来会更加整齐有序 然后再次课论地做个资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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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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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